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谨,意大利人热情 英国人呢?英国人当然是很绅士 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世人皆知 无论是政要名人还是演员 英国人总是自带绅士气质 甚至有人说街边的流浪汉也会主动给往来的女士们行脱帽礼 那么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英国绅士是如何练成的呢? 首先我们要先下一个定义 何为绅士? 19世纪,英国主教约翰·亨利·纽曼对绅士的定义就是 一个不给别人痛苦和麻烦的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精神特征 而每一种精神特征都有其形成的根源 英国人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绅士精神文化 自然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1414年,兰开斯特王朝时期 为了在诉讼文书中表示歧视男爵家族中 年轻的赞无贵族头衔的成员 就创造了绅士一词 到了17世纪 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 王室的徒弟被全部排卖 这件大事就使得等级壁垒被打破了 从此,大家的社会地位不再由血统决定 而靠个人的奋斗 那些经营农牧业和商业而发家之父的人们 便成为了英国的中产阶级 挤入了上流社会 而这些中产阶级日后就成为了绅士的主力军 绅士离归范的成型还得归功于打造了 日布洛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 19世纪时,女王因其高雅的个人修养而享誉欧洲 她制定了一系列严厉的家规 对子女在修养方面的要求极其苛刻 同时,她也要求自己处处做到高雅 体面、端庄、节制 女王的行为对英国的中产阶级产生了巨大影响 成为他们争相模仿的最高标准 于是,英国绅士的礼仪规范、行为准则 就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成型 绅士文化成为国民文化 是以19世纪公立学校 以绅士教育为主要教学内容为标志的 甚至剑桥、牛津等老牌大学 也都将培养绅士作为自己的目标 英国有句老话 培养一个绅士需要三代人的努力 可见英国人对培育绅士的重视 直到现在,英国的工学和大学 还是以培养绅士为主要目的 并视之为骄傲 英国绅士文化的历史根源可谓深远 那么深受绅士文化熏陶的英国人民 又是如何展现其绅士风度的呢 对仪表的拿捏是英国绅士风度的突出表现 无论穿什么 从头到脚都十分注重整洁和搭配 礼帽、牛津鞋、长冰伞、定制西装 还有手表、眼镜、钢笔、丝制令、戴衬衫、公文包 一个清单下来就是一部英国绅士卓装指南 当然,一个真正的绅士不仅仅注重于外表 更多的风度是来自于内在的品格 温特斯特工学创办人威廉·威克姆曾说 举止造就男人 英国人虽然没有五角四美三热爱 但在日常的行为举止上处处讲究礼仪 这种礼仪风度已深入整个国民的骨髓里 尊重女性是组成绅士风度的另一必要元素 现实生活中典型表现就是Lady First 在英国 男士为女士开门让座拿行李是司空见惯的事 即使在最后关头也要坚守绅士风度 太太尼克号沉默时 船长船员们喊着让女士和小孩先上船的镜头 应该是深深烙在观众的脑海里 至于几个偷偷活下来的男人们 尊重他人隐私是绅士风度的又一表现 西方有句言语 英国人的家就是他们的城堡 英国人特别讲究尊重每个人自己的个人天地 英国人聊天时不会过多涉及家庭身份年龄工作的话题 否则就违背了礼貌原则 可以说 绅士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 塑造了彬彬有礼的民族 正如英国人爱德华博曼所言 绅士品质不取决于表面的时尚 而取决于道德价值 不取决于个人财富 而取决于个人品质 这才是秀于外而美于内的英国绅士文化内涵所在